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论语,子章篇第十四章 子下曰,是而悠则学,学而悠则是 很有名的这么一句话吧 特别是后半节 学而悠则是,这是千百年来 几千年来,门人立为自己的一个座右铭标杆 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是啥意思 要有个官做作 这呢,我们就讲解讲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说过嘛 就是成功的人,或者叫夫,或者叫君 或者叫贤,圣,都一样 能够独立站立,站起来的人,强容的人 就是可以站立,在任何东西面前都可以站立 在包括自己的良心良知,在公义,道理,真理,真相面前 也可以站立,坦然无惧 那么就是说一实话,就是懂道理,通达 境界高,明白是理,理人,明心见性,成功做成人的人 能称之为是,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讲,也就是说成功者 当然啊,这个成功者是指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不是说我们今天啊,那种所谓的不劳而获,还那种所谓的成功 金钱物质占有的多叫做成功啊,名声大叫做成功 不是的,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我多少年了,一直跟朋友在分享真正的成功 那么简单的讲,以后跟大家讲所谓的原理 成功就是高兴啊,就是快乐啊 人人都希望高兴快乐嘛 那么也是啊,就是没有恐惧 是指哪没有恐惧呢 主要是指内心没有恐惧 其实人的恐惧,我们说过有两方面 一个是外在的恐惧,自己以外的对自己的一种恐惧 等不一种威胁 另外一个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恐惧 为什么自己良心,谴责自己的,会是不是跳出来 那么我们在自己的良心面前也会感到恐慌 有好多人会失眠,睡不着觉 那就是内心还有恐惧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呢 就是没有恐惧 做人做成功了 儿呢,就是指整理头发,正过来反过来 那么正的头发又顺着整理,又逆着整理 又正过来整理,又反过来整理 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儿呢,有正的意思 而不是像那个凡儿啊 那就是反面,另外一方面 那个叫转折侧 这面是一个顺着侧 那么在这儿就是 旧的意思,有一个并列啊 就是顺势啊,这个同一方向 成功 是吗,是成功的人嘛 做人做的成功 优,优啊,就是有 就是手拿,手抓到,手控制 称之为有 那有的多啊 有的这些物质啊 抓到的多啊 抓到的好啊 啊,那就是优嘛 哎,那就是可以 那个人,哎 人的旁这个优,就是指好优秀卓越的意思 哎,你得到的多嘛 包括我们天道人得,得到的多 那也是优啊 哎,这有中国的文字的演变 确实有很有意思 嗯 那么 则,则呢 其实这个,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 有时候也可以不翻旧的意思 旧就是一种注词嘛 为什么叫旧呢 就是拿着多量横去卡 去量 那我们就知道了 哎,所以 不知道,哎 这一卡就知道了 则实际上是拿着多量横 拿着标准尺度 马上拿着律法 去进行这个 检验 哎,称之为则 其实从目上有刀切啊 就是你因为 法律,律法,规则 那也是一个像 像一把刀嘛 是一个尺子 那你就跟着它去量嘛 那些就是被 量的 那叫则 后来就是旧的业子 学,我们在第一节里头 就跟大家分享过 学就是 把外界的信息 特别是感知感悟 宇宙人生 真理真相 所有的一些知识 拷贝到自己脑子里头 这个过程 称之为学 因为往往这是说 往往自己 这个 这个脑子里头 这个 拷贝 这些信息复制 啊 那么 如果是向外 让别人学 就是要教 你是 也是啊 跟这个信息的方向相反嘛 就跟别人去分享 也要分享 也要教 就是用文字 或者语言 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那么 再后来 学呢 在这个地上呢 就是有一种双面的意思 一个你学 那我们是学 那么在这的意思呢 就从事这种所谓 用今天的话 就是文化工作 这个学在这就是 或者叫学文 啊 就是文化工作 那么 成作为学 那么把一些真理真相 把它文字化 赋予一些文字 把这个信息内容啊 赋予文字 用这个文字 去承载这个信息 那么 去向别人 或者后人 传递 称之为学 当然了 这个学 你拷贝进去 你再去分享出去 这都是一个学的过程 因为 我们学的时候 那有人的给我们分享 我们才能学到 别人的感知感 我们同样 那别人学的时候 也得由我们去跟他分享 所以我们跟他分享 也是学的一部分 我们就向别人学 也是学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含义呢 就相对来较广一些 那么 其实呢 这一段话呢 就是 十个字啊 前面五个字 和后面五个字 排列顺序不同 但是含义 就明天摆在那 那么前面说 你做人做成功了 做人做得好 啊 你就要去 把这些道理啊 跟大家去分享 就要把它文字化 从事 这个文字工作 文化工作 把这些信息啊 你认识到的真理真相 或者你从别人的传承来的 传递来的真理真相 真理嘛 那真的道理 那是大人类的 共同的这个财富啊 那么得到了 你得到了 你就要跟大家去分享 这是每个人的义务人 要相互陪伴 走人生 那么后面 这个言语当中 我们的祖先 也都跟我们分享了 哎 人不可以 很难 自己能够致志啊 能做到 那肯定要是 从祖先那个地方来的嘛 都是这么相互扶持 作为祖先 先来的人 先生啊 那么就有义务 把自己蒙到的啊 认识到的 呃 或者得到的啊 感知感悟 真理真相 那不一定啊 那需要 这就是在蒙嘛 就是不知道对错嘛 那对了就留下来 错了 我们就甭气 错的也有价值嘛 我们也要告诉后人 之所以我们今天 有好多东西我们吃 其实我们不是靠蒙的 而是先人 给我们留下来的 所谓的这种 学的遗产 知识的遗产 那我们从那个地方得到啊 就知道什么东西能吃 那有些东西我们一辈子都没吃过 为什么没不吃呢 因为祖先说是不能吃 所以我们的羡慕人 父母啊 爷爷啊 再往上一点 跟我们这个生命当中 有交际的人呢 会告诉我们 就不能吃 比如说我就没吃过石头 偶尔吃过沙子 为什么是不小心 那确实不好吃 我也没说 哦 百分之块石头要去吃 你祖 祖上呢 告诉祖师 石头不能吃 当然还有其他的 有一些所谓的毒蘑菇 也告诉我 不能吃 我也没吃过 为什么 就是尖人的知识吗 为什么不能吃 那没人吃过 怎么大家知道不能吃呢 因为有人是我们祖先都为此 付出过代价的 总结出来的经验 那么他们一学啊 这种文的形式 传递给我们 我们的去学 那么好 那么这是前半句的意思 就是你做人做的成功 你要把成功的经验 你认识到的道理啊 去 以文化的形式啊 跟大家分享出去 就留给后人 那么后人呢 学而优 则是 如果后人通过你这点真理真相啊 当然不是说一个人的 是我们人类 有人类以来 世世代代总结出了这点真理真相信息 那么学得好啊 那么他也能够成功做成人 所以呢 人就应该相互扶持 相互陪伴 做人生 而不能说啊 这个真理好东西 这个道理我懂了 我自己偷着 自己用 所以说 那就不能说 你做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那么你要让别人 大家都有相互扶持这种义务 因为我们也是 祖先留给我们 被祖先所扶持 我们才能够做成人 成功的做一个人 那么同样呢 那后人也是这样 他既然来做人 那证明他还没做成人 他要来经历这个做人的过程嘛 那么他就 我们要给他传递一些信息 我们的后人 应该怎么去做人 人是怎么回事 那么 世事实在在 我们人类总结出来的一些 真理真相 去跟他们去分享 让 别人在没有做成事以前 那么 也有这个机会 去 接触 分享 这些信息 那么他如果 学得好 真正的都学到了 真正的痛彻领悟 那也他也可以成为师啊 那么他一样他成了师以后 做人做的好了 哎 也去从学 人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那么下去发展 那么最早呢 道理不一定是 就是真理 但是 慢慢的沉淀下来 经过后人思考啊 后人的去检验啊 印证啊 那么就慢慢的 真理真相就出来了 实际上真理真相 在我们人 每个人的心里头 只不过我们需要去印证 需要把它开发出来 那么 开发出来了 就要跟大家去分享 哎 就所谓的好东西 不可以独自占领 不管是精神上 还是物质上 要有一种分享的精神 其实 论语里头 这个孔子啊 和他的学生 还有其他一些 我们所谓的高僧 大德 古生 先贤 也一直在跟大家 这个讲 所以孔子 也觉得自我 成为父子以来 不敢不告言 这不能 你认识到真理真相 你就是要去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在这个地上呢 就是孔子 这个后人 当然也是我们祖先呢 就是说 人类就是这样一个 事而忧则学 学而忧则事 反反复复 相互陪伴 一路走下来的 那么我们作为 这个链条啊 这个环节当中的一环 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责任 尽到我们的义务 这样才是真正的明白道理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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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